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逢夏天的夜晚 当你在街上见到人烧街衣的时候 你就知道农历的七月又到了 中国农历的七月十四是民间的一个鬼节 有些人会很害怕 有些人就会想 农历七月十四有什么的禁忌 但你又知不知道 农历的七月十五是道教的中元节 而这个日子和鬼节有什么的关系 今集的《道在人间》 我们就邀请到一位道长上来分享一下 中元节有什么意义 欢迎身边的梁德华道长 梁道长你好 你好 每逢农历七月 通常人们都会说这是一个中国传统的鬼节 其实我想这个说法就与道教里面 农历的七月十五中元节有关系 其实农历的七月十五 道教是什么节日呢 这个宇宙有分四时八节 四时大家都认识了 春夏秋冬 也因为是这样 八节有立春春字 立夏 立春是春分 立夏夏子 立秋就秋分 立冬就冬字 但是道教的信仰 所谓道法自然 以以宗为本 所以也分开天地人 既然是这样 天地人三界 在道教的宗教哲令里面 又或许在宗教的思想里面 自然人有生和死 死后就要祭祀 故之所以我们有分开 中、上、下、各三缘 就所谓春天上缘 在严夏的时候 就是有中缘 在冬至之前就有夏缘 尤其是夏天的中缘 就是祭祀先灵 三界的崇祀就是这样分 是整个月,七月 就是在中缘里面 农曆的中缘七月 所以就是有… 因为祭祀先灵 族世人就统称为鬼节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原因 每封农曆的七月十五 不同的道观都会搞中缘法会 那些意义是什么呢 是的 正如我刚才所说 这个涉及到宇宙节令的问题 我们以中缘,即是农曆的七月十五日 就是道教的中缘节 中缘就是祭祀先灵 一个宗教的日子 所以大多数 可以说是绝大多数 在道教的信仰里面 有一个中华道德就是孝 祭祀先灵就会在这个日子里面 坛堂公冠 会铺爬一系列的诵经活动 来诵念先灵 就是在中缘的七月十五日 已经成为例行一个道教的团体 一个每年差不多是绝大多数的活动 我所知道这些中缘法会 一般会举行大概五至七日左右 会举行不同的科仪 其实这些科仪的目的是何在呢 这个科仪最主要就是宣传 中华的美德、传统的美德、孝 道教的信仰里面 在界条和宗教的仪利 都离不开中和孝 所以作为一个公冠里面 祭祀的活动 利用中原法会来表扬孝道 日期的举办 在传统里面 有组织的坛堂公冠 大多数都会三天、五天、甚至七天 但是在民间的组织 在坊间里面有一些团体 例如海外的新加坡 可能会一天都可以 视乎组织性 他们铺牌以祭祀先灵 作为诵经 就是这样 经常我都会听到有些 阿吴道长讲到 就说会有 盗盟 或者超优 这些词语 其实是否也是 这一次科尔里面的 其中一个目的 是的 道教作为一个宗教 既是涉及到刚才一开始所说的 天地人三界 所以他重念的科和仪式 科就是经本 经科 涉及到不同经科里面 不同祭祀的铺牌 在礼节里面就叫做仪式 他说总不会离开两类 既是祈福 有生命 亦为去世的亡灵 来度磨 这些是没有生命的 是两类 一类是祈福 一类是度磨 所以中原法会是祭祀先灵 所以他的经科 主要是超度亡灵 但是离不开为生人祈福 这就是道教在包容中 最大的特色 使道阴安两界, 阳乐 就是这样 刚才看到道亡, 超度亡灵 这跟道教的生死观 也很有关系 是吗 是, 我刚才说 就是阴安、阳乐 两样都兼顾 死去的人就是为他度亡 现存的后人就是为他祈福 但是在中原的节令里面 就以超度为主体 以祈福为副体 就是这样 但是道教在生死里面 譬如死后的世界 其实是怎样的呢 道教生死的理论 和思想 和我们道教本身的信仰离不开 道的本体 是以自然的定律为本体 所以我们有一个教化 就叫做反扑归真 自然的定律 一切的事物 一切有生命的事物 人、动物、植物 都是有生有死的 生死观里面的体会 经文写得很清楚 有生就必有死 是循环的基础 所以道教是很注重 生和死这两回事 死其中最重要的一样就是 通过科尔的超度 使得亡灵能够得到 认识什么叫做功 什么叫做过 什么是善 什么是我 就是这样 所以在每逢中原法会 有些人都会帮自己死去的亲友 做这个负战 是吗 是的 人生命死了之后 就结束生命 做不到任何的事 但是人有一个道德的观念 就是孝 他做不到的事 有生命的后人 可以为没有生命的先人 去做他做不到的事 就是为自己生前一些罪行 每一个人都会做错事 又发生每一个人都会有错过 于是为他诵经 藉着这个中原法会 和他的先亲 代他们去参悔 告诉他们 如何解决他生前的罪业 所以就有诵经这件事 但有些人就会 因为他们不是道教徒 虽然祖先也是放在道观 但就会觉得 好像中原法会 和自己不太大的关系 其实是否这样 你可以这样去说 但是也可以说是有关系 何谓没有关系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宗教 在他的信仰里 他有自己的选择性 不同的宗教 有不同的正所谓宗旨易理 也因为如此有不同的宗教活动 但是同是中华民族的人 也有同样的基础的道德观念 和传统文化的基础 考这件事 不同宗教都离不开考 这个就是刚才主持人所说的 没有关系的 因为他是不同的宗教 但是他有同一道德 所以如果在坛堂公冠奉置的人 就算他的后人 不是有道教的信仰 站在道教的立场 我们坚信 我刚才所说的人情道理 所以就算没有道教信仰 而他在道教的坛堂公冠中 供奉 道教是很包容的 我想,所以大家都要记住 就是这个中元节 有道教的内在咸的东西 最重要大家以后想起农历七月 不要想起鬼怪传说 而是神中最远的一份孝心 好了,今集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梁道长的分享 再见 再见 再见